中缅边境线上 两名年轻人携带神秘包裹 偷渡入境 科学国边境 他肯定是做违法的 犯罪的事 警方接到警告 顺藤默化 能否成功抓捕犯罪嫌疑人 打他老振一样的 因为车流量比较大 通完那里的车比较多 判断错人 那可能就会错抓 有点就是社会 那对社会是一个很大的危害 是怎样的诱惑 让他们不惜铤而走险 自毁虔诚 有了几十万 没办法 请还不上 法庭审理 又将揭开怎样 令人瞠目的事件真相 从小到大就听说过 很多人系统运动的 还有那种犯罪被侵略的 现场即将 云南省大理州南建县 公安局禁毒大队的 基督民警 接到匿名群众取报 称有两名 刑际可疑的年轻人 偷越边境 进入林仓市 仓源县 所有两个年轻人 骑着两个宝宝 从兵境入境 准备坐上一张婉约车 从林仓兵境参与 乘车的送货到昆明 林仓市 位于云南省的西南部 南与缅甸交集 与世界上最大的 独原地金三角相批邻 由于国境县 长达了三百公里 因此这里也成为了全国禁毒战争的前沿地和主阵地 因为警外这一边 它没有什么大的 什么物工 务务市场 那可能在那儿都是毒品的 重灾区 特越国兵经 它肯定是做违法的 犯罪的事 警情就是命令 在接到这一情报后 警方迅速组织人员 对情报信息进行了 缜密的研判 警方认为 两人很可能有贩卖运输毒品的嫌疑 带毒品的可能比较大 所以我们对 它的所乘的车 所走的信息 进行研判 针对兵境 往内地通道 所有的车辆 进行摸判 从林仓市通往内地的车流量很大 而想要从中找出可疑对象 无异于大海捞针 警方缩小了侦查范围 将视线锁定在 从林仓市仓源线 发往昆明的网约车上 一步一步 从一个卡口 一个卡口可能上千辆 然后我们再从这个卡口 可能又缩减 又少一些 一直到昆明7这一个 我们才最终能 才能锁定说 这一辆车的信息是最大的 我们对此车进行复控 结果发现这辆车已经过了我们这 到了楚雄 所以我们请求昆明警方 对该车进行拦截 我们再从后边追着去 去查阴吧 此时是17时左右 昆明警方在接到了 南建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的支援请求后 提前来到了收费站 等待嫌疑车辆出现 不久 一辆与报警人提供的信息 相近的白色越野车 出现在了警方的视线 心情有点紧张吧 因为可能获得的信索 可能通过警判这辆车追不到 那肯定是轻功进去了吧 时机时55分左右 两名犯罪嫌疑人乘坐的越野车 他的毒品在实际报价层 能查获了毒品 寒冷印2797克吧 云南省大理白祖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为了推进法治校园和平安校园的建设 进一步引导广大师生学法 知法 守法 用法 并有效预防和减少青年学生犯罪的发生 法院特地以巡回法庭的形式 将此次的开庭地点 设在了一所大学的礼堂内 并请来了上千名学生进行庞庭 云南省大理白祖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法警 传被告人罗尔喜朱斌到庭 被告人罗尔喜1996年生 遗族云南省普尔市人 被告人朱斌1988年生 汉族浙江省胡州市人 今天本庭根据刑事宿问法 第188条的相关规定 在大理州财贸学校 依法公开开庭省里 由大理州人民警察院提起公诉的 被告人罗尔喜朱斌犯运输毒品罪一样 下面由公诉人勋毒起诉书 两名被告人齐列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警察院 起诉书 大株剑第二检察部行诉 201914号 被告人罗尔喜 公诉人向法庭指控 2019年1月13日 被告人朱斌罗尔喜 从云南省临苍市苍远县搭乘越野车 途经大理州南建县运输毒品 至四川省峨梅山市 17时55分 两名被告人在途经昆明西收费战时 被根据线索跟踪不恐的缉毒民警抓获 民警从两人携带的两个手提包夹层内 共查获毒品海洛因4块 共计重量2797克 本院认为被告人罗尔喜 朱斌 共同运输毒品海洛因2797克 二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 第二款一项第25条的规定 犯罪实施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运输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罗尔喜 刚才公诉人训毒的起诉书是否听清楚 清楚 内容和你在看守所设的那一份是不是一致的 一致 诸斌是否听清楚 清楚 内容是不是一致的 一致的 是否需要单听信用被告人 需要的 好 直接发问 罗尔喜 你对我们起诉书指控 你运输毒品罪的这个犯罪事实有没有意见 没有 那对于我们这个运输毒品罪的这个 指控的罪名有没有意见 没有 你被抓获这次 你是帮什么人运输毒品的 帮敏店一伙 一伙同伙运输毒品 那这个毒品的老板叫什么名字 老板不知道 那个主管我们的那个主管人叫老黄 外号 那你讲一下你帮老黄运输毒品的这个经过 是从去年12月我到那个敏甸认识 他们然后他们让我帮忙就是从敏甸运输毒品到国内 然后后来他们就安排我住在那个敏甸孟平的宾馆里面 后来就陆续的给我 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培训 然后后面就运输毒品至国内 被告人罗尔喜供述 他是2018年的12月底在缅甸一家宾馆见到的朱斌 2019年1月10日早晨 他和朱斌在宾馆内拿到了老黄等人事先准备好的两个书包 在宾馆又住了两天后 他们被司机送至中缅边境 再偷渡至中国境内 入境后两人又在苍原县农贸市场门口乘坐提前联系好的包车 准备前往昆明中转 这次运输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四川省峨眉山市 你们运输毒品的这个过程中你们有没有这个闭关绕卡 有 我们在那个参与员上车之后到那个耿马 然后逐间第一个收费站的时候 是由那个朱斌乘摩托车走小路绕过警察站 我直接从警察站这边过来 然后到云信的时候是从朱斌乘车走小路绕过警察站 我也是从直接从那个警察站过来 一直到那个昆明 在这两次绕卡的过程中 这两包毒品是在哪里 第一次是在车上 就是随我一起过关卡 然后第二次是在住兵 由住兵携带绕过关卡走小路 好的 法定我们发言完毕 被告人 罗尔喜的并夫人是不是需要发问 需要发问 罗尔喜 这次你和朱斌运输的这个毒品 是什么人藏匿的 是在明镜境内由老黄他们事先放在包里面 我们事先没有参与这个毒品的包装和那个 就是包装过程 我们是在那个他们包装完毕以后 直接将包给我们 事先我们并不知道最后安装那个毒品的些 罗尔喜供述 为了躲避侦查 他和朱斌一路上会按照司机提前安排好的路线 进行闭关绕甲 在整个过程中 他们两人只负责运输 对包裹内的毒品种类和数量等均不知情 罗尔喜还说 对方许诺他 只要成功将包裹送至目的地 便会支付给他三万元的筹金 贝责人朱斌的病份是不是需要发问 好的 我提问几个问题 贝责人罗喜 假如运输成功的话 这个报酬是怎么分的 报酬的话 朱斌的报酬我不清楚 我的报酬的话 是由他们自己打到卡里面 一样卡里面 这报酬得到了吗 没有 没有 老板是怎么说的 什么时候给你们 老板说到达目的地之后 交完货以后 就是交钱然后交货 然后交钱然后给钱 在这一次知情 你是否运输过毒品 1月4号的时候 替老黄他们运过一次 罗尔喜供述 由于这次还在运输过程中 他和朱斌就被警方抓获 所以他没能得到这三万元的报酬 可就在被抓钱不久的1月4日 他刚刚替老黄运输过一次毒品到陕西 那一次他成功地在老黄那拿到了三万元钱 可从1月4日到1月10日 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 这三万块钱 罗尔喜就已经花光了吗 你在被抓之请 你的身份是什么 在校学生 你在学校的时候 一个月需要多少生活费 1500至2000左右 那你家里面一个月 父母亲给你寄多少生活费 2000 你那个同班同学 他们一个月大概需要多少生活费 这个具体的我不清楚 但是我同宿舍的人的话 跟我差不多就是1500到2000左右 那按你刚才所说的 你家里面给你寄的生活费 基本是能满足你上学所花的 是吧 对 那你为什么想去贷款 在学校的时候 就是有的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去外面玩的话 就是没钱的话就 借钱的话就可能会 用上那个网贷平台 有没有同学至今相互攀比啊 这种情况 别别人应该没有吧 但我觉得我自己的话 是有一些这个攀比心理的 罗尔喜说 其实事情还要从他刚上大学的时候说起 按理说 那个时候家里每月给的2000元生活费 足够他在学校的日常开支 可由于他要面子爱慕虚荣 平日里跟同学出去吃饭 为了显示自己大方常常出手阔绰 一来二去 几场饭局下来 父母给的生活费便所剩无几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罗尔喜第一次接触到了网络贷款 那你是在通过什么途径 接触了网贷平台 大一的大一的时候 那个时候学校里面就有好多那个手机店 然后那个可以提供风气服务的嘛 就是然后就还有那个可以帮人 帮你那个网贷平台业务的 你是哪一年入学的 2015年 2015年入学的 对 第一次网贷的时候 带了多少钱啊 带了两千块钱 带了两千块钱 对 这两千块钱平台都足够的给你支付了吗 没有他们扣除了150的手续费 就是服务费 他那利息是怎么算的 利息是按就是六个月的话是 累计的利息的话大概是在300至400左右 那第一次带的钱 那个全部归还了没有 归还了 那归还之后后面为什么还继续去带啊 因为你 就是我的生物费到手以后 我偿还往贷平台的那个情况以后 就是当月生物费就不够了 就只能继续从那个贷款平台里面借钱出来 这样循环仿佛每个月就是这样的 罗尔喜说 起初那段时间 自己借个几百元几千元 从生活费里紧一紧还能按时还上 可渐渐的 高额的利息 让他不得不开始在各个贷款平台间 重复借款 拆东补习 而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三年之久 这期间 各种本金加利息 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多 终于累积到了 让他难以承受的地步 新后大概贷了多少款 这个累积借款的话 大概也是有几十万了吧应该 你说的刚才几十万都全部到你手里面你可以支配吗 他每一笔借款 他到手的时候都要扣出一部分的服务费 就是他们平台的咨询费 然后还款的时候还有高额利息 所以说比如说借五千块钱吧 可能到手就四千五到四千八左右 但是利息的话可能在六千到七千左右这样 你所借的这些钱 按您说也有几十万了 所借的这些钱都用来干什么了 有没有买那个好的衣服啊 那个好的手表啊之类的 手机买过两台 然后衣服的话大学没买过 就是买过几套 不这么多 罗尔喜说 虽然到了后来 他的借款金额看似很高 但实际上 这一部分钱 却并没有花到自己身上 而是大部分都用来支付了 高额的利息和服务费 为了还款 他不仅找身边的同学借了不少钱 甚至又借了不少高利贷 因为他一旦不能暗示还款 网贷平台的人便会疯狂打电话催债 这让他深受其扰 那你有没有跟他们商量 你倾款怎么划 咱们来了断这件事情 有没有跟他们说 之前无法暗示还款的时候 我跟他们说过 然后他们就说 跟我协商的话 就是让我暗示还款 如果协商不来的话 就是找联系人 就是找家长 还有老师这些协商 那这些钱最后是还了多少 两三年下来吧 大概还了是几万是有的 还欠多少 网贷和高利贷那些 全部加起来的话 大概是六十万到七十万之间 支终究还是包不住货 2018年9月 催债的电话打到了罗尔喜的家里 借儿老师和同学们也知道了这件事 罗尔喜的父母和他商量 先一起把借同学的钱还上 再慢慢还其余的贷款 由于担心此事会给学校带来不便 罗尔喜的父母主动提出 让罗尔喜暂时休学一年 可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 罗尔喜为什么没有及时收手 反而冒着更大的危险去运输毒品呢 法庭上 对于运输毒品一事 本案的另外一名被告人朱斌 又会有怎样的说法 他又是如何参与到其中的呢 被告人朱斌 到 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 是否有意见 没有意见 公司人是否需要单听讯被告人 需要的 朱斌 那你就讲一下 你帮他运输毒品的这个过程 我是在缅甸赌场里面 输钱之后 他们找上了我 然后刚开始是让我去开车 然后他们说开车之前 因为这个东西不信任我 现在让我单独运一次 然后就安排一个熟轮带我出来 他们来找你的时候 是否已经明确地提到 让你去运输毒品 当时是含糊其词嘛 当时我说直接是拒绝的 然后他们说 就是说让我帮忙开车 再来 那你后面怎么又同意帮他们带毒品呢 他们说再来也是带这个东西 但是怕我告密说要让我带一次才能信任我 你刚才说是找一个人来带你 是老板找了谁来带你 就是我的同案罗阿喜吗 朱斌供述 案发当天 他是第一次参与运毒 老板许诺 他这次运毒成功后 就让他帮忙开车接送人 所以这次运输毒品 仅仅是为了让他熟悉路线 并没有说具体要给他多少报酬 那么朱斌又为什么要答应他们 做如此冒险的事情呢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你提到你不清楚这个让你带毒品的这个人的那个信息 是吧 那就是在不清楚对方的身份的情况下 你为什么还要帮对方带毒品 因为欠了钱嘛 欠了钱 欠了什么钱 网贷平台的钱也有 赌输了钱也有 赌输了钱 因为这还有个疑问 就是你在运毒品之前 帮老板运毒品之前 为什么会去到缅甸 去玩嘛 赌钱嘛 法庭上 朱斌表示 自己以前开过一家餐馆 后来因为经营不善 倒闭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无所事事 没有收入 只好在网贷平台上 借了一大笔钱 为了还上这笔钱 他又冒险去缅甸 试图通过赌博翻本 没成想却输得更惨了 走投无路的他 这才答应了别人运输毒品 他们进行法庭举证和制证 首先由公诉人举证 举证制证阶段 公诉人首先出示了 受案登记表 立案决定输 抓获经过 以及扣押清单等物证 证实了案件线索来源 和侦破经过 将来向法庭充斥 本案的第二大做证据 是勘验检查 编认等笔录 称量笔录和照片 正是经当着被告人的面 对涉案的毒品进行称量 从黑色提包夹层内 查获的毒品 海洛因可疑物 净重1397克 从藏青色提包夹层内 查获的毒品 海洛因可疑物 净重1400克 接下来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 被告人罗尔喜 在公安机关所做的 供述与辩解 罗尔喜在这份供述中提到 他曾先后三次 替老黄运输过毒品 将来是罗尔喜的 这个供述与辩解 在这个证据卷的 28页到58页 罗尔喜在公安后 供述 老板先是让 罗尔喜 以这个体力藏毒方式 运输毒品 罗尔喜因肠道不好 没同意 罗尔喜 老板的话 又让罗尔喜外带 罗尔喜说 陷路不熟 但答应老板 可以先走走路线 之后供帮 供帮老板 带过三次东西 供述 知道找他的这些人 都是做毒品生意的 被告人罗尔喜 刚才公诉人 虚毒的证据 是否听清楚 清楚 是否有意义 没有 招聘是否看清楚 清楚 是否有意义 没有 招聘当中 所拍摄的毒品 是不是 你们这一次 所运输的 是 法庭上 对于公诉机关 出示的几组证据 两名被告人 及辩护人 均表示没有意义 采访中 办案民警 告诉我们的记者 罗尔喜在休学后 之所以没能迷途之反 反而不惜冒 更大的风险 取运输毒品 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 网贷欠下了几十万元 而是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赌博 他欠了网贷 然后想还了网贷 我觉得网络赌博 我能迅速地赚到钱 然后把这个网贷还了 谁知道网络赌博 这也是一个 看 越多 差的越多 恶性循环 如果说网贷是一个深渊 那么赌博 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无敌动 采访中 罗尔喜自己也承认 当初在他看来 只有赌博 才有希望让他迅速翻本 还上高额的贷款 可没想到这一赌 他却更没办法收手了 在我能所能接触到的 所有状态化里面 就是赌博 他可以短时间赢到钱 可以不防征贷 之前我不知道 我以为他是一种公平的 就是我们两个 一人一棒的概率 但是后来 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接触人多了 接触的经历的事情多了 就知道 他这个也是可以操纵 可以骗人的 就这样 赌博非但没能让网络 成功翻本 反而让他欠下了更多 前后加起来 罗尔西输了差不多 有上百万元 而这 对于并不富裕的 罗尔西一家来说 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 我爸妈当时说 要不把房子卖了 就把我家里面的房子卖了 帮我还了 就算了 我说不行 他们都那么大把年 只有爸身体又不好 房子卖了他们怎么行 我就说房子不能卖 我自己想办法 罗尔西说 父母的身体一直不太好 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 他按下决心 要靠自己的能力赚钱换贷 可是 怎样的工作和待遇 才能让他堵住 这个天大的窟窿呢 罗尔西思来想去 想到了他在缅甸赌场里 认识的老黄 罗尔西说 自己从小在边境地区长大 听说过很多 关于毒品的案例和悲剧 当自己真正拿到毒品 准备开始运输的那天 罗尔西害怕了 可他没想到的是 一切都已经没办法回头 他们已经把我们的身份证 各种信息都记录在案了 他们就威胁我们 如果你带着毒品 敢投案自首 或者是带着毒品 自己私下跑掉 拖离他们的联系的话 他们就会去我们家里面 报复我们家里人 罗尔西还说 老黄等人 不仅拿家里人作为威胁 强制他们运输毒品 还给他们每人配备了一台 装有定位系统的手机 以便随时掌握他们的动态 一旦我们脱离他的轨迹 他就会举报给警方 帮我们招货 我们 当时我们就是特别害怕 但也没办法 就只能一条路走就黑 尽管十分害怕和紧张 但第一次帮老黄运毒 罗尔西竟然顺利拿到了 三万元钱的报酬 这让他尝到了天头 罗尔西拿着三万元还了贷款 没几天便开始了又一次运输 受不了 因为数据不好听的话 你找到了一个 几天就赚几万块的事情 你再去想办 找其他路径 比如说打工赚钱还债 几十万的债务 我这个年纪 我确实难以承受 现在那些人逼得太紧了 我还了三万块钱给他们 他们也不吹了 那几天也不打我家的电话了 也不吹了 我就想的是 反正都已经干了 都干几次 把钱还完 然后好好回家再说 罗尔西说 现在想来 自己当初的想法 既幼稚又可笑 从网贷到赌博 再到运输赌品 他始终抱着侥幸和不劳而获的心态 以至于一错再错 殊不知法网恢恢 只要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就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下面进行法庭定论 下面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运输毒品是指 明知是毒品 而采用携带 祭地 托运 利用他人 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 非法运送毒品的行为 公诉人同时提出 本案中的两名被告人 在明知是毒品的情况下 仍铤而走险帮起运输 具有运输毒品的客观行为 主观上也有犯罪的故意 本案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被告人朱斌 罗尔西的行为 均已经构成运输毒品罪 被告人朱斌 罗尔西在归案以后 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根据刑法第67条 第三款的规定 有坦白请接 可以从轻处罚 我们建议人民法院 对两门被告人从轻处罚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并处没收财产1万至3万元 同时 鉴于罗尔西还单独实施了 一次犯罪 在判处 辅加刑的时候 应对两人有所区别 你们或许会想 我带趟毒品 一个星期下来就会赚1万多 对此工作人必须提醒你们 你们这不是在赚钱 这是在犯罪 这既然是犯罪 那你们的成本就不是一个星期 而是未来15年的自由 以及你们的青春 你们的梦想 你们的希望 还有你们的幸福 得到了不该得到的东西 就必定会失去 不该失去的东西 法庭 我们的第一轮供诉意见发表到此 下面由被告人罗尔西的辩护人发表 第一轮的辩护意见 被告人罗尔西的辩护人表示 除了罗尔西本人的供述 并没有证据能够证实 罗尔西在2019年1月4日到6日 运输的物品是毒品 故该指控的证据不足 事实不清 本案虽然只使雇佣罗尔西运输毒品的雇主 没有到案 但是再券的证据已经充分地证明 被告人罗尔西并非整个运输毒品 犯罪的起义策划纠集实施和雇佣者 据此 被告人罗尔西在本案中 起辅助和次要的作用 依法应当认定为从犯 从轻和减轻处罚 与罗尔西辩护人的说法一致 被告人朱斌的辩护人也表示 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没有意义 但同时表示 朱斌在本案中应当属于从犯 且朱斌在盗案后具有坦白情节 认罪毁罪态度明显 其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较小 应从轻或减轻处罚 现在由被告人做罪恶陈述 尊敬的法官 我是被告人罗尔西 作为一名学生 我爱慕虚荣 贪图享受 自立于是荡薄 最终害人害己 希望各位在校学生 吸取我的教训 远离网贷 远离毒品 加强风行意识 抵触触诱惑 不要贪慕虚荣 切勿触触触法律的底线 遵纪手法 努力学习 请法庭看在我年少无知 污入歧途的份上 给我一次改过之心 重新做人机会 给予我宽大处理 下面由被告人朱斌 做最后陈述 恳请法庭 念在我是出犯重犯 对我宽大处理 重新处罚 给我一次改过之心 重新做人的机会 姓修庭 何以庭将对本案 进行评译 十分钟后 被告人罗尔喜 朱斌 为谋取非法利益 运输毒品 二人的行为 以触犯刑律 构成运输毒品罪 被告人罗尔喜 朱斌 运输毒品的雇主 事发地 目的地相同 在运输毒品过程中 相互商量帮助 属于共同犯罪 两人地位作用相当 不区分主从犯 鉴于被告人罗尔喜 朱斌两人 是受雇运输毒品 且归案后 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认罪态度良好 有毁罪表现 并自愿认罪认罚 故可依法从轻处罚 被告人罗尔喜 除与被告人朱斌 共同运输毒品外 还单独运输毒品 故在对其量刑时 应与朱斌有所区别 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 在判处财产刑事 适当重于朱斌 据此 法院做出如下判决 全局起闭 1. 被告人罗尔喜 犯运输毒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15名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人民币2万元 2. 被告人朱斌 犯运输毒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15名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1万元 3. 扣押在案的毒品海洛英 2,197克 手提包两个和手机两部 依法亦已没收 讯判完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